Hello 大家好 我是1957 今天的节目要聊点什么呢 就是最近我在翻我B站的私信 我发现很多很多很多朋友给我留言 其中留言最多的就是问 你更新视频里的那个卡通头像是怎么做的 那么关于这个卡通头像呢 我觉得不需要太多的解答 因为经常用的人都应该知道 这是iPhone自带的一个功能叫做Memoji 但是很多朋友尝试了iPhone的这个Memoji功能以后 他发现这个Memoji呢 只能录制一个背景是白色的这种画面 然后好像只能录制30秒 然后问你是怎么样把这个Memoji的头像镶嵌在你的视频里面 其实这个功能也特别的简单 包括我很多的up主都用了这个Memoji头像去拍视频 但是往往会发现他在使用了几期以后 就不再用这个Memoji头像去拍摄了 因为这个Memoji头像拍摄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弊端 这个弊端呢 逐以让你冲刺以后不再使用Memoji头像去拍摄你这个视频 那么这个弊端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后面再讲 那么现在呢 我先告诉大家 这个Memoji头像到底是怎么拍摄的 那现在我们就开始简单快速的学习一下Memoji的拍摄 首先呢 我们需要打开短信 然后在短信里面呢 我们随便输入一个号码 记得要随便输入一个号码 不要选一个人 要不你不小心把它发出去了就麻烦了 然后我们再选择内容 也随便输入一个123就好了 这个时候呢 我们看到短信的左边有两个图标 其中有一个这个摄像的图标 我们点一下 然后就进入了摄像的界面 拍摄键旁边有一个五角梅花 那现在我们看我们的这个黄色界面是在照片这里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点五角梅花呢 看到了吗 它就进入了这个人物的界面 然后进入人物照相界面以后 我们看到了这个猴子 我们点一下这个猴子头 然后就进入了我们Memoji的头像 现在呢 我选了我的第一个头像 就是我自建的一个头像 或者是选那种动物的头像也可以 好 现在我们选自建的这个头像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个拍照了 好 拍一张 OK 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拍照呢 就拍完了 那么这个是发送 现在我们不点发送 我们现在点右上角的这个完成 然后你可以看到 如果我们现在点发送 它就发送出去了 我们现在不点发送 点照片右上角这个X 好 现在我们进入照片里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 我们刚才拍的这个照片 就已经在我们的相册里了 视频呢 也是同样的操作 就是点这个摄像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进入视频的界面 永远是点左下角的这个五角梅花 点一下 OK 就进入了视频的界面 那么我们现在把手机横过来 然后呢 点这个猴子 然后我们就可以选我们需要的头像 我现在还是点我这个memoji头像 可以看到吗 现在呢 就是我用我memoji的头像来录像了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点这个录像键 开始录像 然后就进入了一个录像的界面 当我们录制完成的时候 再点一下停止录像呢 右上角有一个完成 同样是点完成 它就会进行一个渲染 刚才因为我拍摄的非常短啊 所以它渲染的时间比较短 如果你拍摄的时间比较长的话 它就会有一个比较长的渲染时间 同样是不要发送出去 然后点右上角的这个X 一点呢 它就消失了 这个时候我们再进入相册 我们就可以发现 刚才我们拍的视频呢 就出现在了我们的相册里 看一下 好了 memoji头像的拍摄呢 就是这么简单 OK 简单的学习完了memoji头像 怎么拍摄视频以后呢 我们来讲讲我们最前面说的 这个memoji头像拍摄视频的 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弊端 为什么苹果不直接提供这个功能 而是七纽八歪的在短信里 去实现这个功能呢 因为他自己知道的这个功能目前为止还不是很成熟 它的压缩和渲染的容量是非常非常大的 那么平时我们在拍摄这个视频的时候 除去最终我们存到手机里渲染导出的那个画面 其实它在你的手机里也形成了巨量的缓存 有人算过每15秒是一个G 那么你算一下一分钟是4G的储存 那么随便我们拍上10分钟的话就会有40G的容量 所以说我自己的情况是我这台手机的容量是128G的 大概我拍了一到两次视频以后 就是用这个memoji头像来拍视频以后 它的容量就达到了100G 就是系统自己会占用将近100G的内存 那么重点来了 这个内存是删不掉的 我各种各样的方法都尝试过 包括除了我之外的其他很多up主都尝试过想把这个内存删掉 是删不掉的 它会永远的占用到你的内存那里 没有任何办法能够把它删掉 那么只有一种方法可以把这个内存删掉 也就是抹掉所有的内容进行还原 而且这种抹除呢 你不能把你以前的系统做一个备份 因为你一旦做了你以前系统的备份的话 还原进去 那100G的内存缓存还会在那里 你只能抛弃你所有的数据进行抹除 把手机恢复成一个初始状态 在这样的情况下你才能重新开始拍摄memoji 并且在1到20分钟 也就是不到半个小时迅速的再次消耗100G的容量 因为这都是我们自用的手机 我们根本就不可能每次拍摄完以后再把它的系统全部抹除 当然有人会说 我看见有些up主一直在使用memoji头像拍摄啊 其中最典型的是一个叫做蓝朋友的up主 那么他是用什么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呢 非常简单就是再买一个手机 那么其中一台呢用来拍摄 另外一台呢是我日常使用的手机 所以说谈到了memoji这个功能呢 首先前提是要有一台iPhone10集以上的设备 那么有人会说了 你土豪你可以买两台手机去使用 我们平常人不可能说真的买两台手机去使用 如果你真的以后就很想用memoji头像去拍摄的话 我建议你投资钱去买这样一台设备 这是一台iPhoneX2是我之前在闲鱼上淘的一台机器 iPhoneX2是目前为止能使用memoji最便宜的设备了 那么这台iPhoneX2呢是一台美版的有锁机 那么这台手机的价格是多少 我给大家说一下 是1850块钱包邮 那么这样一台手机 然后他使用memoji的话 刚才我演示的就是用这台手机演示的 而不是用我这台iPhone11演示的 体验也非常非常的好 所以说如果你真的打算冲刺以后 我就要用memoji头像来拍摄的话 那么我建议你买这样一台手机去拍摄 投资非常非常的低 只要1000多块钱 1000多块钱买一台iPhoneX2 但凡是他有任何的问题 其实也无所谓 包括他旧不旧啊 或者是有没有什么磨损 我这个屏幕其实磨损还挺多的 但是拍摄memoji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 好了以上说的这些呢 就是关于memoji拍摄的方法 还有它的巨大的缺陷 和最终的解决办法 那至于踩拿不踩拿呢 就是你的问题了 希望这个视频能够给大家拍摄 memoji头像的视频一些帮助吧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是这样了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的话 请看开你的一键三连 那么我们下次再见 im just different